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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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个消息是真的 第一我们看看2022年 政府立入扩展长者2元乘车 如果我们认为60-64岁人士 根据统计 那年就是 有近64万2人 新立入计划 即是说 到年尾 20223.66万人 2022年 而今年 就估计 60岁以上的长者人口 就有235万 即是有十多万 其實這樣算是没有办法的 越来越多 那些年我也是 越来越多 就怕受不了 那你有没有算 那些人会死的 其实也有些人会死的 所以他想画线 那他画线就说 不要画到 那麽近 画得三五七年 那些人可能40-50岁 那对这2元乘车 就没有那麽渴求 希望反对声音没有那麽大 第一 我不知道你怕什麽反对声音 现在的环境 你去反对就拉糕他 你最多就反对 他又没有投票 他上街的 你就申请 不反对通知书 不申请就拉糕他 第二 他说 十年八年后才有60岁 他觉得那些人的反对 那麽大 你真的不要那麽想 因为我内心是很简单的 你看 你搞还搞 你一定是三年后 为什么呢 你起码就把我进去 我当然是想自己 我想那麽偉大 老实说 你要怕濫用 这些东西不是很难过 全世界包括我们的偉大祖国 甚至乎不用钱 那麽香港 那些人濫用 他们濫用 其实某程度 你们也有很大问题 很大责任 为什麽大责任 包括那些 现在的立法委员 和区议会议员 说一说很久了 如果你想了 有没有去做事 例如 常常说 那些长者 连搭那些是几十元 原来只乘搭两个站 于是乎 就浪费了政府很多钱 那麽你有没有去搞分段 你可以搞这些事情 自己 你们讲过 自己 还有你两元乘搭车 当天是六十五变六十 当时你都在暗架 是啊 你一向的人口 是老化的 是老化的 当时你林郑也在暗架 第二 当时他不是暗架 他打算大把钱 只剩下我多少 我们香港怎么办 那时候 结果房资金就很少钱 是啊 为什麽我常常不明白 两元乘搭车 为什麽要补贴回巴士地铁 是啊 为什麽要补贴20 为什麽要补贴18元 你要记住 甚至乎我退一步 不要做 喂我退一步 喏 阿正 我真的没有那麽激进 甚至乎 喏 你老母 2元 以前是20元 18元 我政府 还给你5元 你 你责不责 我不要说 自己会给18元 一会上限 我说你老母 他可以怎样 或者每年我给你一千万 是啊 不是他可以怎样 不是他不做 他自己计算而已 不是 如果他真的计算到 他不做的 他不做了 你就知道 原来他真的受不了 而且 说真的 这些是社会责任 每个人走出来 又有什麽企业形象 那样那样 现在你想想 他们 他们没所谓的 他们也没有动机 因为这个形势 政府给足 他和你的区议员 或者立法会议员 他宁愿和你的区议员 立法会议员 出来吃一盏饭 新同学 为什麽呢 他和你检视 那些你们所谓的分段收费 因为 最好你买你老母 最好你搭两个站 你买你老母 照顾三十元 政府给的 是吧 譬如有 有时候 那段车 譬如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搭巴士 譬如 我在洛马州 我打算去上水 四元而已 譬如这么说 那政府应该補两元而已 是 我不认为 我买那价格 不知道去京大浪隧道 还是 28元 去柴灣那价格 不过我在上水下车 于是政府 就要補26元 那为什麽 因为 你被捉我的 我是运输公司 我有什麽动力 要去听你的那班 议员 或者什麽 因为 这班议员 这班 完善制度之后 那班议员 是有提及的 那样东西 有没有做事 那麽久以来 好了 然后你现在就打算要切 直接划线 你就划线 民意不用管 你根本由day one 开始 你有很多办法 可以令到 现在的 洗肺 好像我所说 有些线 你鼓励那些人到处去 你不是鼓励那些人回大陆 但你又不敢 喂 你划线 譬如 李锦湾 去划线 去划线 OK 但是去划线 去连堂那一程 要是去连堂 一定是翻牌的 你不保 不保 脱得不行 于是乎可能是十六元 那就可能会少人上去 你又怕被人丟 那你做什麽做得来呢 然后就想想 不如去划线 去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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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另外 这个要说 美夫有基隆去 昨天呢 就最后一天结出 今天28日 昨天27日 13年做了 我们的老友记 但是真的很多人 我进不了去的 就荣华呢 明天就最后一天 那 我又看到一些网友 在下面写 划线又贵又不好吃 又贵又不好吃 一定要收拾 下面的人说 你有没有吃过 他说 我用不需要吃过 我不用吃过就平 他说 如果又好吃又行 你怎麽要收拾 人家公元退休 那接着 他说 人家几十岁退休 他说 你怎麽还在拗 很多这些是什麽人 好想多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吃 就不好吃 他那些是什麽人呢 就算是我都没写出来 是什麽都negative 我跟大家说 如果说overall 那当然他吃不过厨房的餐厅 但是如果你说厨房 香港面包当 茶当 全部加上 榮华 你问我 他真的是香港最top的那几家 真的 真的 他屌你了 他在那里炒 他就想炒一碟 煮炒牛河 叫杯奶茶 或者叫个菠萝油 屌你了 真的极高水準 我跟大家说 他收皮了 我没有必要和他卖广告 说真的 如果你真的问我 在各当区来说 就算一算一算一 如果当然 你吃过那些很难吃 很离谱 你可以屌的 是啊 如果不是的 出小句 因为很多人穿的东西是怎样的 是 我的未来不同 我才是吃的 总言之介绍 你们不会吃 你觉得它好吃的话 是众人皆聚 总言之 它是能吃到 我们小时候吃的 藏海谱的味道 它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算好 那些人又贵又吃 你两个半给你 好吗 五人花钱好吗 你怎么吃过呢 你常常都知道 香港的租贵 你想怎样 你想怎样 租贵 喂 你说贵的 喂 四五餐饭 你想怎样 就是 说实话 现在的客饭 我发觉很多 很多的 我发觉只有饭 以前的客饭 是一定有个汤的 汤 饭 菜 菜 和豆浆 是这样的 说说客人很想吃 好了 美股有几隆虚呢 老实说 香港有几个这样的地方 是不是很多人不买呢 不是 因为北京是贵少少 和什么的 但是 又说它是骯髒 由哪一个反对 去继续設立的 就是深水泡区议会 这个深水泡区议会 这个深水泡区议会 是什么呢 当然是完善了 一票 搞定他 不让他继续設立 就唯有收工 但是街坊呢 为什么呢 他们说他的衞生不好 好了 我看过报道 零一和大纪元等等的报道 我访问街坊 街坊说 不是啊 街坊说 我都觉得很乾淨 他说 反而 如果我在美虎街市里面 我看过老鼠 街坊就是老鼠 老实说 而且 他卖的东西 真的不同 比如 那些商业 因为是有机的 他用过 很新鲜 他药材店 製了货 你也不知道他的来力 其实有很多人是买开这些菜的 老实说 他的位置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在哪 又不是很牙利 又不是很好吃 所以这个世界上 就永远是这样的 我不管他的经济效益有多大 但是那些本地 僅僅的 農民 或者有些人 退休之後 願意做一些高品質的農作物 作文 香港这些大都会 是不是应该有些鼓励 是吧 吵你了 你这样的最后一桶 又收拾了 这个 Wayman Lai可能想给你吵 是 可能现在听到第一集 你讲凡城 就是说 人们看不看 有关你两个他鬼事吗 现在你看不看都不关他 不关事 不关事 Wayman Lai 你就是吵架 吵你了好不好 Wayman Lai 你都死得吵架 看不看关你鬼事 现在是看黄卫兵的现象 就是人家看不看都不关你的事 你总是有那些众人佳俊 我讀醒就是这些 是啊 不是啊 人家就不要看了 我认为 老实说 甚至乎有些戏 譬如说 门前那套 那些人是这样笑 就是向左 你不要认为 人家就好收得 喂 有人看 如果有人去看 老实说 我就没什么心思看了 当然 这样可能对向左 也不是很公明 但是我真的 你不能逼我去看 我不想去看 是吧 那 吵你了我 我不会特别上网说 吵你了我 喂 不了 因为向左 就是不会是因为人家在看 或者人家是好看 噢 那真正在那面前 我不看 不需要这样 你不看就不看 还有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看那些影评 更好笑 大部分的人 譬如 当是这样的 九龙城寨 各个有些 4.5分啊 西分啊 5分啊 3.8分啊 零分 无聊 你一看 他说不到第二天 其实他没有看的 你知道我那边的 很多这些人的 是呀 屌你了不是 啊 老实说 他不看真的不关我事 是 但是我最不喜欢那些 屌你了是什么 扮警 扮警 王衛兵逼别人 那些 你不逼别人都没所谓 我自己 例如你自己 在地上有窩 我不看都没所谓 是吧 但是你不要常常逼别人 一定要跟你一样 呃 你可知不知道 李莉莉最近走了 知道 谁是李莉莉 索女 以前 常常在电视台拍 年纪大了 你看他的样子 他就知道了 是不是年纪大那些 75岁了 75岁嘛 不知道谁了 我不知道他走了 今天走了 今天是新闻 我不知道 我知道哪个李莉莉 我小时候都喜欢看他演戏 他还没得到 评计偶作 就是小时候 我喜欢看他演戏 李莉莉 我不知道 李莉莉75岁 那个不是澳门小姐 那个 那一个 那一个 90年代 李什么 又是澳门小姐 澳门小姐 你知道我说谁 你不是说李莉莉 不是李莉莉 不是李莉莉 又是 李什么 澳门小姐 是澳门大波 90年代 李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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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就好像说 阿八杀手 不是啊 阿八杀手 又不是说他很什么 很 很混 但是你不敢吵 那时候挺脆的 好了 好像这些也是 大家乐的牛油 又有些网友 我不要说他 他这么贴 嘰 ι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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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現在澄清 人家大佳洛 那隻牛油是在荷蘭 是自己生產的自家品牌 是荷蘭來的 他不寫牛油 就因為他的脂肪含量 應該不夠80% 低於80% 所以寫了可途抹脂肪 但是 第一時間 為什麼要走出來 還未找到足夠的材料 證明自己厲害一點 我對大家樂 不了 我告訴你 火啤梨有吃大家樂 因為小弟家裡的樓下 只有一間大家樂 我要走到銀溪 才會有茶餐廳 銀溪那間 叫一粥麵 一粥麵就有大家樂 不同 一粥麵是尾生的 好像大家樂 我不緊要 那我有什麼選擇呢 也不緊要 我走到對面 現在我們對面那棟新東西 有一間 叫麥多姆 那又說不行 金鞏門 也不緊要 又開了一間新的 就是二號冰室 你知道哪間嗎 二號冰室 我挺喜歡吃的 我吃過沙田那間 但是有個問題 自此之後呢 我又不再去了 太多遊客去嗎 不是 是因為呢 我當然明白 包括這個紅茶 是不是紅茶館 紅茶 我也是不會去的 為什麼呢 他一去到呢 他無論有沒有人 他一定安排好那些位 你錯那裏 明明有吉位也不讓你錯的 那我明白 我明白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呢 如果你這樣錯察那個吉位 那人家有五六個人來的大桌 或者卡位就沒得給別人 於是他會這樣安排你 但是因為我不喜歡 其實我不跟人搭桌 我不喜歡 你明明都沒有人 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就不去 那我會不會狂吵他呢 這一下 我也不會狂吵他 那我就不去 等於一捉麵 前陣子有個廣告在很多地方 真好師都下的 難道你又吵了他 吵了什麼時候 人家給你錢 在你那裏下廣告 難道不賺嗎 老實實 你什麼藍絲 你說要下廣告 你真的下來找我 我沒問題的 你甚至乎 最好是國安公署 你扔五球給你 扔你 用來幫那些什麼 國安什麼館 那個什麼展覽館 就是劉慧卿那些 你扔夠就行了 你不要說你二千人 那當然不行 你扔你威威小吃 你現在有百多億的 我真的要跟你播一下 唱完國歌都還可以 我實在看 男王的分別 王就常常會爭論他這些 男女怎麼會爭論這些 不是啊 他不會理會這些 他會去大陸玩 他看著你們自己爭論 他會去小教學 沒有爭論 沒有需要爭論 自己做自己 自由 老實講 譬如現在這樣說 為什麽我說 不支持特朗普 我就把他當作含家產 其實從來民主很簡單 蕭先生也有說過 你不用再上課 不用看什麼 喂 你要包容 包容少數 但你要搞清楚 現在是民主黨 不包容你們 你想想 這也是有原因的 就是等於 我對那些宗教 為什麽我會覺得 那個宗教有問題 我都不說 我說什麼 喂 你不能夠包容其他宗教 這也是有原因的 為什麽 他這個宗教的成立 本身就是為了 團結他們那班人 那些題目 等我稍後嘉賓上來再說 他要團結那班人 要創立一個宗教 即是 猶太教 或者天主教 那些 起碼就有一個基礎 你想想想想 因為他要團結那班人 那些部落 很簡單 就是要排外 就是要勝戰 這個是一個基礎 所以 我們有時候 都會受影響 我們認識的朋友 不是啊 他本身是很有愛的 但是 如果你看回 這麽多年來 那麽是有些問題的 那麽如果 你去到這麽有問題的時候 然後你還那麽默默默 那麽你是讀過書的人 那麽你是 就是 那麽很混亂 那麽很混亂 你想想 如果這個是 甚至乎 我要説到 在克林頓 是卡特 卡特已經特別沒有用 雖然在百歲 那個 那麼垃圾的 民主黨也好 但是他未至於 因為那個勢力沒有那麼大 他那時候還沒有幾十年 栽培了一、兩、三代人 現在他們為所欲為隻手遮天 這樣你竟然去支持他 香港有些是很暗糕的 因為他們不夠膽啊 不夠膽啊 難道你CNN會報留意嗎 華爾街日報會留意嗎 為什麼呢 你很難想像 這些是大大有名的媒體 怎麼可能啊 於是 就跟隨了 這些人很難多 我告訴你 作為這筆東西 龍去作狗 你見我們一向都說 即使是藝人什麼都好 政見不跟他無所謂 無所謂的 汪明荃就是很例子 因為政見不同 而他以什麼 你不要說虧話 還有你有權的時候 你就不能包容 汪明荃不僅沒有說虧話 政見不同一件事 你聽他的訪問 甚至乎是多肯 即是包容不同聲音 會跟你接觸 會跟你談 還有你有誰 事不誰都說阿澤 杜文澤 他連阿澤都可以聊天 阿澤你為什麼要這麼憤怒呢 他會去談 理解一下你 他會知道的 當然啦 我想你有聽阿文進訪問阿姐 反而我覺得佳英哥才很好笑 他們說是藍 他也說漱口 文進訪問阿姐 現在香港真的有些困難 在這樣的環境下 突然他在後面發了一句 他說 什麼有些困難啊 他很難的困難啊 老實說 這些事情 大家都心中有數 即是我自己我啤梨 我懂得大把這些 你們認為的藍先 大把 喂 你以為他們吵得少嗎 在鏡頭後 咪後 只是一模一樣的 但有些事情他們跟我們是想法不同的 的而且確 有些事情 即是涉及什麼外國勢力 他們真心覺得 真的跟我們不同的 那我不講這些啦 成熟一點 我說完最後這宗新聞 不要多說太長 我真的覺得很微譜 九龍城富豪東方酒店轉為青年宿石 那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我對這間九龍城富豪東方酒店 是很有感情的 因為我在這裡結婚白酒 但是當年這間酒店 也挺高級的 90年代的 第一 第二 那時候機場還沒搬 是很忙的 自從機場一搬去赤立國之後 這間機場就淪為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市中酒店之類 但是也是OK的 因為畢竟在香港還沒倒閉之前 他都說是市中心 那現在 所以他就申請成為 青年宿舍 政府所謂的 人愛龍城青年宿舍 Y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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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那些不要緊 那些不要緊 什麼一個人申請 就會跟你同性別的陌生人 去share一間房 一房兩個人 兩個人申請 就可以共用一間房 那他們又沒有寫 兩男還是兩女 那些我不管 四千五六元一位 九千元 你有沒有是 你就申請 雖然我覺得這些 都沒有什麼所謂 沒有什麼作用 你有沒有要求 但是 是 遭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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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入住的年輕人 申請 之前 必須在一年內 累積200小時的Stayvon時數 甚麼是Stayvon 甚麼東西來的 包括參觀駐港解放軍總部或軍營 中國傳統藝術文化的體驗工作坊 以及與主席或是與CEO對談等等 足夠200小時 我屌你了 你要求別人做這些也不要緊 200小時會不會太多 我屌你了200小時 我一天去過半小時 10天都是屌你了15小時 去100天才是105小時 一天 我屌你了 我去申請家屋 我不是不用給租 200小時的社會服務 還有 入息水平的不要說 我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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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我屌你了 我屌你了 我屌你了